仲勋同志一生坎坷 为人正直 待人宽厚 敢于直言光明磊落 他在中央 在新老干部中间 深受大家的尊重 记得 我调到中办工作不久 仲勋同志就找我谈话 他待人亲切 和蔼 朴实 我一点不感到拘束 他对我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 方针 政策 来之不易 我们花了巨大的代价 要倍加珍惜 坚持不动摇 后来 他又多次遭我贪心 给我谈历史的经验教训 他有党 有国 但从不多谈 自己曾经蒙受的冤屈 和遭受的迫害 中勋同志 在中央工作的七年间 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 经济迅速发展 人民生活显著提高 同时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 新问题 社会矛盾在增多 在新形势下 中勋同志认真贯彻 党中央和小平同志 一系列重要指示 全力支持 邀邦同志的工作 在许多重大决策上 发挥了重要作用 提供 ад克赢 优优独播剧场